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问 有哪个男人在三十八岁像我一样 能够坐到这个位置 哪个人不是经历勾勾勾勾气灾八难 而我没有 你说这些干吗 小孩 这几天让陈锋给闹的 我们夫妻都很少说话 我们说说话好吗 你知道 我几点滴 我是从农村最穷的山沟里 考到大学的 在我们那里 十里八乡只有我一个人考上的 乡长县长 敲锣打鼓 还送我上北京上大学 二十七岁 我硕士毕业就进入了兴汉公司 头两年任部门经理 第三年升为项目经理 在项目经理干了四年 整个兴安集团在国内的市场都是我打开的 然后就升上了分公司的总经理 这个公司的半壁江山都是我打下的 我的薪金 是其他分公司总经理的三倍 在整个集团 有谁不说我是最强的 有谁见了我不是笑脸相迎 可陈锋却说我不是男人 小韩 你说 我是男人吗 你不敢说 我替你说 我不是 我不是男人 我要靠吃药 我吃药才能有将来 其实也没有将来 我从国外带回来的药还没有吃完一瓶 陈锋就指着鼻子骂我不是男人 放开你不要再说了 我不能满足你 我真心的内疚 真的 这些我知道 小韩 小韩 你在乎 你在乎 每个女人都在乎 可我除了那方面不行 我别的不差 你怎么就不能看看我其他方面 放开 放开 不要再折磨你自己了好不好 你在折磨你自己了 那你让我怎么办 你一而再再而三个和她没完没了 你让我怎么办 我昨天 我昨天 我昨天我昨天我是想 别 别 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我残疾了 你会怎么样 比方说我出了车祸 我的腿残废了 你还会照顾我 照顾我一辈子吗 我会 那手呢 手呢 我会 你不会去找其他的男人吗 放开 放开 小汉 我残疾的不是地方是吧 别的残疾你都可以同情 我就不行 别的残疾大家都可以同情 我这样的残疾就 就得当缩头乌龟 小汉 你告诉我 好歹咱们也是夫妻一场 你爱不爱陈凤 你告诉我你爱不爱陈凤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不知道你就和他上床睡觉 你爱不爱他你告诉我 你不知道你就跟他上床睡觉 你不就是想闯上那点事吗 是不是 你不要再逼我了 放开 小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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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吧 你就说啊 你到底爱不爱陈凤 我保证 你告诉我我就原谅你 我保证真的 放开你不要逼我了 放开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你爱不爱你 你告诉我真的 你告诉我小汉 我是个正常的女人 我保证真的 就说了 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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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你有需要 你能不能给我一点 起码的尊重 放开我 我还没有说完呢 你放开我 大海 这是在我的公司 你给我一点点面子 好吗 我刚才跟你说过了 你告诉我原因 我就原谅你 我保证 现在你告诉我原因 我知道了 原谅你了 我们之间没事了 一定要好好的 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别让你爸爸妈妈为我们担心 好吗 好 别见我们业务啊 我们也是消费者 阿姨 大姐 你们误会了 我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的录音师最近心情不大好 我们觉得没有歧视的意思 心情不好 轮不上跟我说 丫头 你还真轮不上说我是业余 我当年也是宣传队的骨干呢 那一条大河唱起来 不比过来应嗓门低多少 这地方没有人不认识我的 你打听打听去 不用打听 一看您就知道您是前辈 算了算了 你把丁金还给我 我上别的棚路去 对 对吧 退钱 让他退钱 快办去 好的 不好意思 我替录音师给你们道一个歉 你们稍等一会儿 我现在就会拿起来 快去办吧 这叫什么事啊 这年头还有花钱办不成的事 这不是说想唱就唱吗 你想唱 人家不想听 大哥 咱们也是巴拉专业呀 这不是没赶上好时候吗 啥也别说了 都是眼泪 干嘛啊 我去 原来跟我录音的 等了好长时间了 怕你心情不好 准备把定金退人 干嘛退啊 录 这声音上门不做干嘛 咱呢 我去 不好意思啊 那个让大家久等了 我是录音师 怎么了 没怎么 工作 你昨晚家哪睡的呀 对了 都要喊找着了吗 你要是心情不好就别装啊 我也怎么肯装 心情不好 也得工作吃饭 爸 爸 小萌呢 他上学去了 您怎么回来了 昨天晚上有个会 然后喝多了 睡在办公室 小韩跑过去照顾我 小韩也不过家打个电话 小韩光顾照顾我了 没事 今天休息 我们下厨 别弄了 折腾了一晚上 我来了 您好 爸 我来吧 既然都回来了 我就什么事 也不说了 我也不问 好好的 进去吧 坐好了 我叫你吧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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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兴安酒店订了监踪通套 明天你父母来就住那儿 不用订那么好的房间 没关系 他们打牢要来一趟不容易 再说家里地方小 他们本来应该住家里的 住在那儿我放心 离家也近 这样你照顾起来 也方便一些 谢谢你想得那么周到 谢什么 应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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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来当个总裁 咱们买一个大房子 要不就买别墅 然后把你父母爷接来 咱们两家人住在一起 那样 你就不孤单了 男人啊 为了自己的事业 就是要给心爱的女人幸福 你说呢 小孩 小孩 明天 咱们一起去接你的父母好吗 好 起来 讲 紫园 孙字 来来来我来 酒 arb 我给你走了 还抽抽抽抽 臭死你 早晚有一天臭死你 你以后要不开心的话就说 那你要是觉得我不够格呢 你就去找你朋友苏静 别一个人天天喝酒 这么大一人了 天天喝大 都丢人呢 行了 你就别批评了 酒是喝多了 他脑子更清醒 清醒什么呢 都明白了 事不大 都是自己做的 你说挺对的 那你以后就多以我为榜样 多听我的话 一定 好吧 干活 干什么活 就是方向 你呢 想去哪玩就去哪玩 我买他 真的不后悔 真的不后悔 绝不后悔 那你今天可倒霉了 不不 你拿去啊 舒喜达吧 换衣服啊 舒喜达吧 换衣服啊 谁没衣服啊 姐 你怎么不说话呀 这么蔫啊 小韩 你是不是生病了 让你爸给你瞧瞧 我没事妈 好着呢 放开啊 你是不是欺负我们家丫头了 妈 我就是天天欺负我自己 我也不敢欺负小韩呢 妈 我在西安酒店给你们安排了最好的房间 今天晚上咱们一块吃海鲜 您呢和我爸还有小润 在这儿多待几天 好好玩玩 还是我姑爷孝顺 来 到了 进来 妈 满意吧 这么好的房子啊 别跟没见过似的啊 什么没见过似的 我就是没见过 我看你一辈子了 我还没想过福呢 现在呢 我身下姑爷的葫芦 我说说不成吗 你少说了你就过去吧 妈 你别老当着我姐夫面说这个 让人家瞧不起 我是她丈母娘 女儿都给她了 她敢看不起我 再说了 你姐夫啊不是那种人 小瑞 你别没良心啊 要不是你姐夫 你能结婚娶媳妇 买房子吗 走 小润啊 你这回多亏你姐夫 给你出钱买房子 你怎么连句话也不说呀 谢谢姐夫 那钱我会尽快还上的 还什么呀 就算我凑粪子了 那哪成啊 碎粪子哪有那么重的 没关系 小润又不是外人 小润 准备什么时候办事啊 年底吧 行 到时候给姐夫打个电话 姐夫啊一定尽力帮忙 风风光光的 帮你把弟妹娶回家 谢谢 好好伺候咱爸咱妈 替我跟你姐啊 好好尽尽孝心 妈 来 这是卧室 你来看看 不用看了 天堂也就是这个样子 行 妈 以后您高兴啊 就常来 下次再来啊 咱们就住大别墅 那是咱们家就不用住宾馆了 真的 真的 成 那妈好好地活着 等着享福吧 妈 说什么呢 妈说的没错 方总 有什么话你尽管吩咐 今天晚上给我留一个好的眼儿抱尖 准备些喊仙 我要请我的岳父岳母 我马上陪人去办 另外呢 再去准备一斤 今年的明前碧螺春 给送到房间 老爷子好喝绿茶 我马上安陪人去办 那行 张经理 谢谢了啊 不客气不客气 谢谢你 总是想得这么周到 他们也是我爸我妈 拿这个 嗯 那个 行 这个高的高的 没问题 他那大的 好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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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 确定吗 对啊 不是我问你 你买这么多花放哪 录音棚啊 录音棚 那不变花房了吗 你说有你买单的啊 心疼啦 哎呀逗你玩的 你赢了 你赢了 秦柯 秦柯 秦柯啊 我赢了我爱秦柯啊 嗯 放开啊 他妈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小韩他爸 一辈子规规矩矩 除了给人把把脉 看看病 什么本事都没有 爸爸是当地最有名的中医 谁不知道啊 放开啊 这都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啊 这是给亲家公的 听小韩说呀 你爸爸得了糖尿病 那光打针是不行的 得吃这个 先让老爷子吃的 剪好了 我再寄 妈 还是爸的那幅老方子吧 可不是嘛 要不是亲家公 谁舍得拿这么好的药材出来啊 我替我爸爸谢谢您 爸 谢谢您啊 都是一家人 哪来的谢谢二字啊 你爸爸吃了准好 这是给你妹妹的美容养颜 起茶盒煎着用都行 随便她 喂 喂 喂 乔玉 小韩 啊 不乔玉吧 嗯 你去那边打 我跟爸妈这说话呢 哦 喂 哎 放开一下 你那洗衣服怎么这么好啊 我真加湿的好东西 哦 先好了 我帮她来看我吧 对 还是你运好 我这两天跑采访 都跑西爹的 腿都跑细了 你最近怎么样啊 唉 就这样吧 放开她不闹腾了 会好的 算她有福气 哎 淳风那边怎么样 切地断了 放开啊 妈可要批评你两句了 哎 妈知道 你现在在事业上 正是咬紧牙关 往上奔的时候 啊 是不是啊 是 可你们俩 也得考虑自己的岁数了 啊 你都三十八了 小韩也不小了 还用妈说嘛 都老大不小了 不为自己想 也得为我们老人想想啊 啊 妈也不封建 你要是给妈呀 生个孙女 那妈也乐呀 啊 方凯啊 这是妈给你的 滋阴壮阳的药 正好小韩她不在 她要是在了 准不好意思 你们俩呀 都要好好的补补 吃完了 说一声 妈再给你们寄 啊 明年呢 住不住这大房子 没关系 只要你们给妈呀 添个钉 成不成啊 啊 表个态呀 小韩这电话没完了 我找她去 不管她 我说错了什么 她的脸就搭了下来了 少说两句 能憋死你呀 老头子 她们俩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呀 趁她们人在 你给她们把把脉 乔毅的电话 喂 乔毅啊 对 董小韩现在很忙 而且我告诉你 以后 你少跟她来往 再见 你怎么能跟乔毅 这么说话呢 乔毅这个人心情很重 你被她害得还不够啊 我告诉你 以后少跟她来往 她是我朋友 混账朋友 你怎么了你 刚才不爱好好的吗 你过来 姐 妈叫你呢 回见 没你事啊 你怎么这么跟小韩说的呢 要不要这小韩怎么凶了 怎么了你 你对我弟弟这么凶干什么 怎么了 在屋里不还好好的吗 好得了吗 我们昨天怎么说的 昨天是昨天 东小韩 你太过分了 我怎么又过分了 我就接了一个乔毅的电话 我的事 你爸你妈是怎么知道的 什么事啊 我那点毛病 是不是谁都知道了 你爸你妈大老远的 给我带补药过来 啊 你是不是见谁都跟谁说呀 你干脆登报德了 你告诉所有的人 我有多无能你有多委屈 我没说 不承认是吧 啊 不承认你爸你妈给我带补药 你没有说他们让我补什么 我妈就喜欢给别人送点补药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瞎想什么呀 我怎么会去跟我妈说呢 啊 你没说过 我错了行吧 我错了 你没跟他们说 那你跟陈锋那毛毛蛋说了吧 对不对 你看着干什么 你没跟他说啊 那天在地下停车库他跟我说的什么 他跟我说不是男人 我不是男人 他怎么知道的 我连人都给他了 你还跟他说这些 你是糟蹋我呀啊 神经病 董晓 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对你了 我把你捧在手里怕掉地下 还在嘴里又怕化了 你弟弟结婚我给他张罗 你爸爸妈妈来了我哄着 我是给你撑足了面子 我给你面子你却在背后把我的脸全撕了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什么都没说我从来没说过 我要回去了 爸妈该着急了 小海 我错了 对不起小海我错了 小海 我一会儿去接爸爸还有小萌 今天晚上咱们两家好好地吃顿团圆饭 我给你撑足了面子 我希望你不要再节外生枝 电话给我 好 你今天下午只陪你爸爸你妈了 你要电话干什么 还有谁让你放心不下呀 你不要再来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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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你就懂行 这可是把好琴 这可是纯手工制作的 这应该是这店里 最好的一把琴 不过你这价钱 好像不太合适 货卖十价 您开个价钱 按你这标的价钱 再打个六折 估计您还有赚 您真懂行 好 我开票去 你什么时候开始挖上琴了 你懂吗你 你那把琴太旧了 橙色也太差 好像音准还有点偏 送我 你的奖金 试试 不是算了 按下来 我把锅菊放射 这样子 先把锅子放开 至于 快乐 都还敢 小韩 听小润说 你们俩刚才吵架了 没有 妈 还没有 冲我都吼了 他要是欺负你 我饶不了他 小润 别胡说八道的 小韩 你说实话 是不是为了你弟弟买房子的事情啊 那我们就把钱退给他 咱们自己想办法 大不了我自己贷款买 用不着他假大方 都闭嘴 听小韩说 方凯他们 新安集团 最近在竞选总裁 所以他压力挺大的 我们刚才没有吵架 您就别瞎猜了 他是来跟我说 他想回一趟公司 那也不对啊 工作上的事情 怎么说掉脸子就掉脸子呢 妈 他就是那么一个直信子的人 高兴不高兴的事都在脸上 他绝对不是臭宁 而且他说了 晚上他要叫爸和小萌 一块过来跟咱们一起吃饭呢 我还以为 是刚才我和他说 要孩子的事情 他不高兴呢 小韩啊 妈在想啊 你们俩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 妈在琢磨着 趁你爸在 给你们俩啊 把把麦吧 妈 你以后 你以后当着方凯的面 别提孩子的事 他不爱听 结婚都这么多年了 还不该要吗 你现在是他事业最关键的时候 没经历吗 你们两个真的没有别的问题 爸 你就别帮着我妈瞎猜了 背着这把琴啊 后背都挺直了 天都蓝了 心里就一个字 舒服 舒服 自儿 笨 你说 这个是不是就叫幸福啊 买把琴就幸福了 那你未来的男朋友 送你一栋房子 然后跪在下面 拿着玫瑰花向你求婚 那你不得乐死 我一直觉得你这个人 挺有的浪漫气质的 没想到你也是 这么一种族的一个人啊 你觉得我像是一栋房子 能搞定的女孩吗 两栋吧 拼吧你这 有点饿啊 吃饭 好 今天你都送我琴了 那这顿饭我请客 请一遍 来 那么高档的地方 我可请不请 那你请客 我买单 嫌你有钱啊 我今天偏要请你吃顿饭 这样吧 咱这不是买个琴了吗 我们也唱穿钱 能唱出多少钱就吃多少钱的饭 但没人给钱的话呢 咱们就饿着怎么样 怎么可能饿着呢 那你唱你那份我唱我这份 你呀 你不怕有客人吓跑老板 找你算张 还是我来吗 好吗 瞧不起人是不是 把金给我 干嘛 给你露一声 我不去 不行 我这点自由都没有了 你别犯婚啊 放毛 就是去吃个饭 人家大乱远来了 面子总得给吧 我就不给 咱家才住三十一厅呢 你就给他们那么多钱 让他们直接奔小康去了 凭什么 你对他多小汉这么好 你换来什么了 真金白银还是一个人心 你什么都没换来 我才不给他们家 跑那个场呢 你以为我爱去啊 对啊 你也可以不去的 别吵了 都去 不管怎么样 咱们家不能缺了礼数 放毛 我已经说过了 不要再跟嫂子过不去 尤其是今天晚上 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你就知道说我 行了 赶紧换衣服 小瑞 小瑞 干嘛去 出去转转 别去了 马上吃饭了 走 你们上楼叫他 走吧 解放 你和我姐姐怎么了 什么 什么怎么了 你说说刚才啊 刚才 是我有点急 对不起啊 没生气吧 没有 解放 能和你说两句话吗 你说 我姐姐小时候就很老实 总是受街上男孩的欺负 后来我长大了 谁欺负他我就揍他 不管是谁 所以以后没有人再敢欺负他 应该的 弟弟应该保护姐姐 我会尽快还你 我和同学开了一个网吧 利息呢 按银行死计算 行吗 行 小瑞 你比我有出息 钱呢 什么时候还都可以 你爸常说 我日子 要向俩刺猬过冬 近了 就渣 远了呢 就冷 非得要俩刺猬呀 各自消掉一半的刺 那样啊 就不冷 也不渣了 你和方凯过日子 要互相地谦让一些 我知道妈 但是我跟方凯的情况 您也不了解 就别瞎分析了 不管什么情况 妈就说你 人家方凯呀 人正经不错 这么些年了 对你可是一个心思啊 对我们家也好 一个女人 一辈子要什么 不就是要一个 踏踏实实的家吗 一辈子 能遇到 像方凯这样踏实的男人 就得念佛 有了钱 没有花花肠子 那就更得念佛 两口子过日子 那马勺子 怎么会不碰到 锅盐子呢 要慢慢地调理 听见了没有 妈 我们好着呢 您就别操心了 好好管我爸就行了 你爸 老头子 我管的呀 好着呢 妈 妈 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小孩没有在背后说我坏话吧 瞧我姑爷这张嘴 小孩 妈 咱们下楼吃饭吧 好 走 走 爸 走 下楼吃饭 走 小孩 别老捧着你 两家的爸爸妈妈都在 弟弟妹妹都在 听见没有 今天都是我一时冲动 别介意 没有 吃饭吧 那你笑一笑 妈妈妈 妈妈 小转 在里边走 好 在里边走 走 好 进去 进去 下午一直开着机 男人打进来 这个不用了 电话你拿着吧 你看 别人不找你 我还得找你呢 Electronic 这次是 稍微 灵蒙 小孩 在里边 这次是 这次是 离